大家好,大家现在收看的是六度世界AI6D编写的节目,热点深度,内容来源于全球各大媒体,六度世界是新一代社交媒体,首先关注,谢峰是热门人选,北京迟迟不派遣新驻美大使还有别的顾虑,南华早报,北京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在华盛顿派驻大使,这是1979年美中关系正常化以来最长的一段时间。 这反映了两国关系的惨淡状况,并可能预示着中国将认真反思如何与美国打交道。 3月24日,谢峰在北京会见美国高管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表明谢峰是下任大使的人选。 外交专家说,谢峰的受职没有问题,北京也没有内部审查的困难。 含义是对等的,美国驻北京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在争取接触中国高层官员的过程中也面临类似的闭门羹。 上一次该职位长期空缺是在1995年6月,在华盛顿允许台湾总统李登辉在紧张的选举前访问美国后,北京将其大使李道玉召回了两个月。 中国也认识到,对许多美国官员来说,如今只要与中国大使会面就会产生政治问题,从而导致任命大使的工作被推迟。 中国目前正在对美国的政策进行审查,并且正在努力评估谢峰是否能够驾驭当地的环境,或者是否必须从北京设计一个根本的外交政策转变。 反华立法的暴风雪,包围军事联盟和伙伴关系的网络,以及美国习惯于在尽头前进行大部分外交活动,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北京担心他们经验丰富的高级特使会在美国首都面临类似的待遇,从而破坏中国认为他应该得到的尊重。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分别在日内瓦和阿拉斯加与中国外交事务负责人王毅和杨洁篪对质。 据弗里曼说,这是由于一个文化问题造成的面子。 美国支持台湾的军事防御和国际存在,这些目标是北京反对的。 中国对美国对其缓解紧张局势的努力缺乏回应感到沮丧。 11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和拜登就一项部长级访问计划达成一致。 最后是,习近平在今年11月前往旧金山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 然而,由于中国的一个监视气球穿越美国,布林肯取消了他的行程。 而习近平还没有在华盛顿没有动静的情况下完成他的行程。 分析人士认为,延迟的原因可能是习近平上个月高调访问莫斯科,以及他需要签署所有部长级的职位。 美国在北京没有大使是有实际代价的,因为特使是国内政策制定者的眼睛和耳朵。 没有大使,外交关系就无法改善。 中国在这场大流行病之后一直在进行外交活动,比如习近平为结束乌克兰战争而提出的十二点和平计划,以及向更多国家开放金庄国家集团。 大家正在收看的是六度世界的热点深度节目,六地继续为您播报。 航运公司担心对中国的依赖,但将造船厂带回西方,需要巨额投资,外交政策吃。 马斯基最近接受了一艘零排放货船,由中国的江苏新阳子船厂建造。 航运公司依赖于中国的造船厂,但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不断恶化的关系可能导致中断。 西方国家的造船厂已经萎缩,需要大量时间和资金来恢复。 中国生产世界上大多数的船舶,英国和欧洲在2010年只生产3%。 在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和西欧仍然主导着造船厂,但全球化已经使这种情况发生了转变。 公司现在意识到,他们对中国港口的依赖并不理想,因为台湾的冲突可能会扰乱中国的造船厂。 为了寻找替代的造船厂,公司正在寻找韩国和日本。 因为这两个国家是美国的盟友和稳定的民主国家。 英国政府已经宣布,他将投资近50亿美元支持英国造船业,并建立一个工作队,以确保未来的船厂工人拥有正确的技能。 要让欧洲和美国的造船厂恢复运转,需要大量的投资和时间。 1980年,波兰格·弹斯克造船厂的工人不顾共产主义政权,进行了罢工,成立了工会,Solidarnask。 这激发了其他波兰人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导致共产主义政权在80年代末垮台。 全球化给波兰带来了工厂,但格·弹斯克的船厂在与中国对手的竞争中受到了影响。 然而,一家丹麦建筑商最近收购了它,是其免于关闭的命运。 如果格·弹斯克剩下的码头工人的船厂不仅反抗一个专制政府的统治,而且反抗第二个更强大的政府,习近平的中国的统治这将是失忆的正义。 大家正在收看的是六度世界的热点深度节目,六地继续为您播报。 中国教育补习行业现状,公司征作平板学习机,日经亚洲与财新。 中国的课外教育行业在北京于2021年中期推出一项政策,取缔了大多数K12学生的课外班后,被迫进行调整。 公司试图通过进入电子商务市场、销售书籍和食品等产品来取代损失的收入。 其他私营教育公司开始销售智能台灯和电子打印机等物品,以及学习平板电脑,以便在不违反政府限制的情况下提供课程作业。 2021年第三季度,面向教育的平板电脑的出货量增长了6.9%,结束了连续下降的局面。 2021年,这些平板电脑的销售额增长3%,达到129亿元50亿美元。 IDC预测,中国面向教育的平板电脑市场将在未来几年快速增长,今年的出货量将增长7.7%,达到382万台。 销售平板电脑和其他硬件可能不够有利可图,无法取代教育公司从教育业务中损失的收入。 学习型平板电脑领域的竞争正在加剧,因为科技公司被人工智能驱动的功能所吸引。 监管机构可能不会看好价格昂贵的教育产品,因为它可能加剧他们试图解决的问题。 由于高度发达的制造生态系统,中国的教育公司能够转入设备业务。 平板电脑已高于同等产品的价格推出。 公司在课外辅导行业多年,教育内容被装入设备。 LeoA-Suo认为他们的产品将迎合重视教育内容的父母。 装入学习平板电脑的内容包括考试准备和其他在政府镇压后被禁止上课的科目。 2020年,中国K12辅导行业的规模为1687亿元。 对于有道来说,2022年第四季度,硬件销售占总净收入的27%。 对于高途来说,硬件销售在净收入中的份额没有被细分。 落合宝典由于估值过低,被迫从纽交所退市。 高途于11月收到纽交所的退市警告。 辅导公司在教育硬件领域面临着来自步步高教育电子公司和ReadBoy教育科技公司等早期进入该行业的竞争。 这两家公司都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末,一开始销售电子词典等传统硬件,近年来才将学习平板电脑加入其产品系列。 这些辅导公司通过吹捧其先进的人工智能,AI,功能,为其设备的高价格辩护,这在家长中引起了共鸣,导致有道的智能设备销售量增长了28%。 然而,人工智能功能被夸大了,大多数私人辅导公司仍然更专注于巩固其教育内容,而不是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开发。 这种关注,吸引了在开发人工智能方面有很多经验的更大的科技公司,如阿里巴巴集团控股公司,腾讯控股,百度和字节跳动,进入教育硬件业务。 在过去三年中,政府对教育硬件业务的发展视而不见,但人们对价格昂贵的教学产品如何使贫困家庭处于不利地位再次表示担忧,这可能会扩大不平等差距。 有迹象表明,新一轮的监管收紧正在进行中,例如,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将学习型平板电脑列入新型联网设备名单,应限制未成年人使用。 政府可能会收紧对教育硬件使用的监管。 现在大流行已经结束,教育部负责监督课外教育的部门负责人余伟岳写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在这篇文章中,于伟岳没有明确提到教育硬件,但他写道,课后教学是一个需要严格监管的国家安全问题。 随着12月严格的零COVID政策的结束,似乎不太可能再次要求学校将所有课程移到网上。 以上是今天六度世界热点深度节目,六度世界是新一代社交媒体倡导自由,责任,价值是AI应用的全球媒体先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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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犯